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 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介绍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22,742件 审结20,151件 比2015年分别上升42.3%和42.6% 制定司法解释29件 其中严惩贪污贿赂犯罪 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案件 4.5万件、6.3万人 其中被告人员为省部级以上干部35人 厅局级干部240人 加大对行贿犯罪惩治力度 判处罪犯2862人 依法审理郭伯雄令计划 苏蓉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在审判白恩培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 首次适用终身监禁 强化对腐败犯罪高压态势 彰显党和国家有辅必成 有团必搜的坚强决心 在坚决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方面 依法改判灭书兵无罪 对陈满等冤假错案当事人依法赔偿 坚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妥善审理社民生案件 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上海法院审刑福喜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山东济南法院审刑庞宏卫等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 最高人民法院还加强了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司法应对 提出司法建议两万余条 坚持从严致愿 以林荣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 对769名履职不利的法院领导干部进行问责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经审干警220人 有关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周强介绍 2016年完成了巡回法庭总体布局 进一步实现最高审判机关重心下仪 深化了立案登记制改革 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等基础性改革 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确保刑事案件质量 谈到2017年工作 周强表示 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暴力恐怖等犯罪 将坚持司法为民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将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 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介绍 2016年最高检紧紧抓住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依法履行批捕起诉等职能 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82万8618人 提起公诉140万2463人 其中立案侦查职务犯罪47,650人 其中原县处级干部2882人 原厅局级干部446人 反腐败力度不减 尺度不松 节奏不变 依法对王明等21名原省部级干部立案侦查 对令计划 苏荣 白恩培等48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 在征地拆迁 社会保障 涉农资金管理等民生领域 查办营贪17,410人 查办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等亵渎侵权犯罪11,916人 推动治理为官不为 为官乱为问题 依法查办辽宁拉票汇选案涉及的职务犯罪 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深入开展专项立案监督 建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591件 起诉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11,958人 旁宏卫等人非法经营育苗案曝光后 最高人民检察院立即挂派独办 山东 河南 河北等地检察机关 加强于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衔检 批准逮捕355人 以起诉290亿人 立案查处 毒职 失职等职务犯罪174人 曹建明表示 2016年 最高检直面问题有错必究 对于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件 持续监督推动纠错 在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方面 与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徐玉案等 62起重大案件 曹建明介绍 过去一年 全国检察机关司法改革 向深层次迈进 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 推进检察机关司法公益诉讼试点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推进刑事案件素材程序试点等 促进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公信 2017年 人民检察院将继续深化司法改革 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和社会和谐稳定 维的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